不要 我喜歡 肥部的種子比較乾 一咬下去就覺得 我整個牙齒是被黏住的 這個 這個肩膀部的朋友 比較喜歡南部的 北部人不要南部 你知道端午節嗎 我知道 因為這一點不用上課 開心 台灣人會 騎花龍舟 我以前也有騎過花龍舟 很好玩 可是很累 二朵刺肉粽 這不是那個 通常我記得大家都會回家 因為那天好像是放假 我有一次 從台北要去那個 恰意 永本可能兩個多小時就到了 可是我們哪一天 差不多五個還是六個小時才到 我真的猜到很可怕 你們好像會玩 一些遊戲 像那個 粒蛋 你吃過粽子嗎 感覺如何 我最喜歡 哈卡的粽子 很軟軟 很QQ的 嗯 很好吃哦 Semonian Susei 第一次吃粽子 那時候我才台灣不到三個月 那時候我就是吃一口那個甜的粽子 我就無言 因為它都黏住到鴨翅裡面 也覺得好像味道怪怪的 但是同一個時間也沒什麼味道 很噁心的那種果凍 很不好的感覺 我們說那個群眾要沾砂糖 我覺得那個砂糖也沒救了 就是太難吃了 我覺得第一次吃到粽子的感覺不好 因為老師給我們冷掉的粽子 所以我覺得那個飯裡面還有 一顆一顆的那個肉 我們的一個東西蠻香 叫 Plof 跟炒飯蠻香的 也會黏黏的那種 很多學生在我的時候跟我分享一些粽子 我特別喜歡的是肉跟紅棗在一起的 而且 不知道為什麼在台灣很多人說 糯米是不好消化 可是在韓國反而說 糯米是比較好消化 所以我是一下子吃兩三個都沒有問題 粽子是吃時間 好大 好大 嗯 牛肉 這個是南部的 有一點點冷 冷藥 Q 夠軟 胡椒粉 我覺得OK 有點乾 裡面好像是吃豬肉嗎 很軟 蘿蔔 肉 軟軟的 不會太鮮 所以就口味剛剛好 黏黏的 你的門牙要控制好 不然它一定會很黏住 外面的皮是比較脆 就感覺有煎外面的米 但是裡面還是軟的 還有有一點油油的 可是不是膩的那種油 很順口的那種感覺 很大塊那個豬肉 今天晚上可以吃稍微點了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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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的經驗就是 這樣在這裡 老師現在這個是南部種 你試試看 嗯 黏黏的軟軟的 在舌頭上直接溶掉了 每朋友特別咬 它的顏色也有差啊 比較白 它的肉也比較油 比較軟 就是一坡融化 好 剛剛的北部的種子比較乾一點 這個比較 汁 我喜歡 有很多東西 太多了 很有 這個不喜歡 我好想拍個在哪裡 它比較白 感覺它比較QQ 有點像魔術 完全不一樣 南部的米 比較黏黏的感覺 很黏 我一咬下去就覺得 喔 我中的牙齒 這個是被黏住的 它們的外表完全不一樣 那我聽說就是 用什麼包 味道也是會不一樣 肉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比較甜一點 加湯的肉 這邊有兩個種子 一個是比較 暗暗的一個比較白的 這個好像住比較久的 我要猜這個是南部的 這個是中部的 南北種TK 老外最愛哪一道 各位觀眾 我的最大的愛 就是南部種子 非常好吃 這一個 這是近南部的朋友 我很喜歡南部 可是我不喜歡你們的種子 客家的朋友 保護我 這個南部的 我比較喜歡南部的 對 因為我很喜歡吃台湾 所以我吃到長方南店的口味 比較喜歡這個 這是北部的種子 南部的朋友們不要忘記我 我還是很愛台湾的食物 我比較喜歡南部的 真的喜歡 南部的很好吃 北部人不要打我 我是講真的 南部的朋友對不起 比較喜歡北部種子 這個比較好吃 北部種 我是比較喜歡南部種的 因為比較軟 而且比較好吞 鼻部的不要生氣 好 你以後要搬去高雄的沒關係 哈哈哈哈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追蹤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 可以去爆湖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還以後會不會失敗 我們去做一個 超級別的影片 我們等一下 我們快點